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最后一个话题 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呢 本来应该昨天聊是什么呢 中国呀终于是完成了不动产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我们一听啊 不就是这个有多少土地啊 农田要多少这个这个住宅面积吗 我们进行一个账本的总总预算嘛 计笔账嘛 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这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都理解啊 既不动产对不动产进行统一的上册登记 就是征收房地产税的必要不充分前提了 是不是意味着房地产税终于要出台了呢 我也注意到一些啊分析者也谈到了中国在这个时刻 出台房地产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特别是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啊 可以说呢是刚刚起死回生 仍然非常的脆弱 你现在征收房地产税又是对这个行业的再一次重新打击 这个时机是不是不太对啊 这个是一点 另外呀大家在谈到啊 是不是要征收房地产税的时候就会提到一个词 叫做政治上不可能 为什么呢 很多的官员呀 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有多套房产 这些房产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根据官方的这个收入 来来来解释的官方的收入呢 也不能够承担房地产税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来自华盛顿的观察者 李明璋先生在昨天的新闻信中 谈及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和征收房地产税的时候呢 也说说现在你征收房地产税呀 会让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含辛茹苦赚了一辈子钱买房的人感到愤怒 同时你这个税款到底如何使用如何问责也会引起大家的不放心 同时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阻碍房地产销售的复苏 现在真的是吃不起这又当头一棒 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不对至少部分的房地产征税 你就很难真正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 因此呢 未来更可能的方案是什么呢 房地产税登记完成可能需要三至四年 试运行可能再需要三至四年 然后在试点上海重庆进行试点 可能又有一到两年 因此最后这个房地产方案可能是一个相对温和可接受的方案 只对拥有超过一定规模的房产的人征收更多的税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套房产 恐怕征收房地产税的政治阻力实在太大 这个问题呀 昨天没有为大家介绍 今天简要补充 节目最后的环节呢 仍然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田典打赏 感谢云水打赏 感谢青城打赏 感谢我是ZG打赏 感谢如是我闻打赏 感谢艺人打赏 感谢杨天打赏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